肝癩案例 肝癩案例 那這個是肝癩皮膚的一個症狀 那麼早期來講的話 是從腿部發作 原來是一小塊一小塊的 那麼一開始不明白是什麼病 後來吸診斷式肝癩 那吃了它吸藥 但是只能夠局部治療 一段時間又會發的更厲害 那一直到這個 過了幾年之後呢 變成是全身性的 這個紅痺症 那麼如果就因果論來講的話 那吸的 對於這個因的論法 他認為是肢體免疫系都還能出了問題 那為什麼肢體免疫系 出問題他就再提不上去 一定就講到這個為止 那麼中醫的因來講的話 他們是辯證論知是血熱 或者血躁症 看我這個全身發紅也蠻像是發炎的熱症 可是吃了他們開出來 就當著涼血料 那吃了好幾年之後呢 就發現這個體質變得越來越寒 那很怕冷 然後冷氣開了就會受不了 那甚至於呢 因為體寒的原因呢 反而反而這個 又因此一動一些 不太屬於我體質的 本來這個身材應該很病 有時候有痛風 大概認為說胖 可是我進來也有痛風 然後下肢循環也不是太好 像甚至還有一點高血壓 都不太像我這種瘦小體質 應該有一個症狀 所以這個是感血的症狀 一個狀況 好 好